每天下午60钟AM1450 硅谷生活尽在老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 我是君君 在硅谷生活 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无论你是公司上班 或者是自主创业 其实呢每天忙忙碌碌 而且呢长时间的这种工作下来 有时候会感到身心疲劳 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有些人呢 或许他自己有一些这种解压的能力 他可以自己放松自己 睡一觉之后醒过来说 哦好了没事了 可以再继续工作 那可是有些人呢 可能就需要一些外界的帮助 那像我们在硅谷生活呢 有时候家庭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support的一个支持的这个单位 那可是有时候有些话实在是 不是很想跟家人或者是朋友提出 有时候是一些弱点 是一些困难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有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嘉宾 他是旧金山菩提禅堂 堂主上文老师 上文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好上文老师 我知道8月3号 也就是这一个月的月初嘛 菩提禅修 有一个在Milpitas 有一个这个禅修日 对不对 是的 听说我记得 我看到这个报道 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甚至有到达1000多人 来参加这一个禅修日 是的 而且受益非常非常的多 是的 对然后这个好像大家的反应 都非常的正面 是 好那在这个节目的开始呢 我相信可能听众朋友们 或许并不是十分熟悉 这个菩提禅修 那是不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菩提禅修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菩提禅修呢 是有当代著名的禅修大师 金菩提禅师创建的 是给人带来健康 带来快乐的一个慈善机构 那么金菩提禅师出生在60年代 从小呢 体弱多病 大家都知道好 那个年代物质极其贫乏 别说医病了 就是能活着就已经很 很了不起了 是 那禅师 那个时候七八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呢 到了青藏高原 遇到了一位师父 学习禅修 然后呢 经过18年的修行 期间得到了很多位高人的传授 不禁自己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而且还获得了帮助别人去主 身心病痛的能力 金菩提禅师呢 真的非常的慈悲 禅师认为哈 自己的身体通过禅修健康快乐了 那如果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 那有多好啊 那于是在1991年 禅师选择在广州出山红发帮人 现在有一位资深的那个老师 当时就在场 他是湖南人 全身的风湿啊 特别的严重 大家知道风湿很痛 很痛的 可以说医学上就很很少有办法可以帮助去更 我们现在的这位老师啊 就是那个 就在当时就在场 在那个班上 他课程的第二天 他脚下排出了一滩水 就立马觉得整个人轻松了 那个去再去医院检查 这风湿其实不用检查 自己能感觉到的 不痛了 关节啊这些 他就不痛了 就知道自己的风湿好了 然后呢 因为上师教的这个方法 简单易学见效快 在短时间内啊 就风靡了全国 真的是数以万计的人 因此而受益 后来呢 在一些学员的邀请 在2005年啊 上师在加拿大温哥华 成立了国际菩提禅修中心 禅师呢 走入国际 开始红发帮人了 许多人前来学习 几乎每个月都有开班 都有很多人来的 像很多就那个高血压 心脏病啊 糖尿病 那种糖尿病是二型的那种 不是遗传的哈 就二型 那个像风湿啊 类风湿等等 效果度非常的明显 菩提禅修中心 现在在全球呢 已经有二十多个道场了 在亚洲呢 像韩国啊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啊 台北啊 印尼啊 在北美的话 就是温哥华 多伦多 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湾区呢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 纽皮特市的 白脸禅修中心 还有一个呢 是在旧金山 旧金山禅修中心 所以在我们湾区这里 其实是有两个道场 是非常方便的 一个是在旧金山 一个是在 比特市 是不是 是的 好那上文老师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知道菩提禅修呢 是我们华人 所传承下来的 是不是在学习的 这个学员中 也是有多元化的族裔性呢 是的 那我们的学员当中呢 就有来自于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裔 甚至是 有不同的信仰 那我们虽然呢 是以中文授课为主 但都有英文的 和广东话的 同声翻译 但是不管语言是 同不同都没有关系 因为禅师教授的是 用禅修的一种能量 能量不需要有语言 语言 对 对 同样有效果 非常非常的重要 禅修是无国界的 它是心灵的平和 也是身体的协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 再让上文老师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菩提禅修 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来让人 能够身心健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来 每天下午 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 我是菊菊 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因为压力所产生的焦躁 以及不安 是人之常情 可是更重要的呢 是如何能够随时的调解自己的情绪 时间与生命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要学习不让父性的情绪起伏 而影响家庭朋友之间的协和及感情 菩提禅修于9月13号至9月21号 在Milpitas的禅修中心 以及San Francisco的禅修中心 各有9天的密集课程 那刚才的我的嘉宾呢 是上文老师 他是旧金山禅堂的堂主上文老师 那他也在节目的第一段 详细的与各位听友介绍 菩提禅修的宗旨 及创办的历史 经菩提禅师慈悲 他将自己对禅修的领悟 以及真传推广到世界各地 帮助众人在面对身心病痛时 有所帮助及了解 节目的第二段 我们就来谈一谈 菩提禅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让人身心健康 那我们的嘉宾呢 是上文老师 还有另外两位是学员 是见证的学员 是Jenny跟Jessica 上文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菩提禅修的课程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学员们 达到身心健康的境界呢 我们菩提禅修中心呢 有几套方法 那金菩提上师 经过在清藏高原 十八年的潜心修行 和他慈悲心愿的结晶 一个是八卦内功 一套非常强有力 迅速增加能量 恢复元气的一个方法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比较 大家比较熟悉的 也就是菩提法门的主要功法 叫大光明修持法 那大光明修持法呢 是一个非常特残修方法 那禅师认为 人与天地是融为一体的 不是独立的 那么天地间呢 充满了能量 那用能量的这个方法呢 让进入人身体 让教你这个方法 让能量进入你的身体 让这个能量来疗愈 你的身心的健康 非常的有效 接下来呢 我就邀请了一个 去年九月份 进菩提禅修中心学习的学员 叫杰西卡 她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来到菩提禅修中心的 接下来我们请杰西卡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菩提禅修中心的收获 好吗 谢谢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去年九月份 第一次接触菩提禅修的 我来菩提禅修 真的是因为妈妈的病 她得了帕金森症八年了 状况已经非常严重 医生真的是没有办法帮到她 我带她去Stanford医院 医生说她也只能给她再多加药 药的剂量已经是副作用大的 让她度日如年 很多像失眠 恶心便秘 她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 再多加药 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也带她试过针灸 稍微有一些缓解 过了一阵也不管什么用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虽然我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因为我在高科技领域工作了快二十年 我现在是在苹果公司 做软件的经理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不管什么东西 我都愿意去尝试 所以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来到了菩提禅修 结果在菩提禅修的经历 让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 遇到的最好的东西 真的是奇迹发生了在我妈妈身上 而且我自己也有了意想不到的 很大的健康方面的改善 我妈妈当时是一天吃五次药 到现在为止 她已经把药的剂量减到了一天三次 这在现代医学上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帕金森症只能越来越坏 药只能控制她的症状 是没有办法治她的根的 医生也只能给她不断地加大剂量 但是通过禅修我妈妈她居然症状有所减轻 这个真的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 我自己和妈妈一起禅修 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 可以说是返老还童的效果 我总的来讲身体还算好 但是生了两个孩子以后 真的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带孩子 典型的亚健康 一天比一天累 脑子就觉得昏昏顿顿的 睡觉也睡不好 睡睡醒醒睡睡醒醒 早上起来不管睡几个小时 都觉得很累 通过禅修 我的能量慢慢地不断增强 我就发现我的睡觉 比从前质量高了 而且到后来 我需要的睡睡眠的时间就减少了 我从小到大都是身体比较弱 一直要睡九个小时的人 我通过禅修到现在还不到一年 我居然能够把我的睡眠 从九个小时减到平均六七个小时 而且能够做到每天 从早到晚都精力充沛 这在我来说真的是想都不堪想的 因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 都是需要睡九个小时的人 而且我在怀老二的时候 还得了一个奇怪的一个病根 就是胃痛 我去看了医生给我做了胃镜 也查不出是什么 有一次痛得我夜里都去了急诊室 医生做了一堆检查 发现我有轻微的胆结石 就说让我把胆割掉 我当时就说胆是有用的 割了就没了 我就不肯割 我希望我能够找到别的办法 能缓解我这个胃痛 但是医生给我开过一次抗菌素 他说我有油门杆菌 结果吃了一点用也不管 我通过禅修以后 这个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是胃病也好 或者是胆结石也好 就居然再也没有发过 身体上的改善 让我觉得禅修真的是能够做到 医生做不到的事情 让我觉得真的是 我遇到了一个 能给我一个健康 能给我一个青春的连丹妙药 Josika请问一下 妈妈禅修的时间是多久 才得到了这个病症上面的减轻 其实我妈妈她很快就有 她第一次做大光明修制法的时候 就全身出汗 上衣都湿透了 做了几次禅修 就有觉得精力有所改善 然后通过老师的加持 她晚上的睡觉就开始有所缓解 因为药的副作用是她失眠 她不吃安眠药 是睡不了觉的 后来慢慢的 她就不需要再吃安眠药了 然后我们是大概 九月份开始进的菩提 她上了一级班 就是健身班 然后十一月份上了二级班 在二级班上的一次 她就已经把药 从五次减到了三次 这时间其实是蛮短的 非常短 惊人的短 就可以得到这个病症上面的减轻 对对 而且她一直维持到现在 都是每天三次要 接下来我还邀请了 我们另外一位学员叫杰妮 她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进入菩提残修中心学习的 那我想请杰妮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她在菩提残修中心的收获 谢谢杰妮 非常高兴 杰妮能够来到节目中 与大家分享她的经验 杰妮她是史坦佛大学的法学院硕士 那现在呢 是在Cisco担任采购部的合同主管 杰妮 好 大家好 我是杰妮 我是去年六月 非常一个偶然的机会 是我姐姐 在中国超市门口 看到了一份报纸 是介绍菩提禅修 然后呢 还有很多见证 很多人受益于菩提禅修 病状好了 家庭快乐了 我当时看到之后呢 就非常高兴 还有这种神奇的事情 那我就抱着一种好奇的心 和姐姐一块走入了白脸禅堂 当时呢 正好周末呢 有个两天的班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参加了周末的健身班 参加之后就觉得 很喜欢 因为那里禅堂的人非常的和蔼可亲 非常的热情 而且每个人都非常高兴 其实让我呢 当时呢 就是哎呀 这种状态也是我追求的状态 虽然我有很好的工作 我有很好的学历 我有很好的家庭 但是我的心是不快乐的 所以呢 我就说啊 怎么才能得到这种快乐 像他们一样 每天都快快乐乐呢 这是我来禅堂的 最根本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就开始两天 参加了一个八天半的健康班 后来又参加了很多 每次禅堂游学习班 我都要来参加 越练越喜欢练 我的最主要的问题呢 是我脾气不好 工作中 生活中有很多压力 就找不到 适当的释放的办法 所以呢 就跟老公 跟家人发脾气 甚至对我女儿也发脾气 我女儿才七岁嘛 后来我就很内疚 我就想 我要如何来提升自己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妈妈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当时我老公也建议我 看心理医生 我去看了很多心理医生 看了一年两年 结果我也没有太多的效果 我是没有任何办法了 后来我说 那我就试试禅修吧 让我的心先平静下来 到现在我练功有一年多了 我感觉到我的心变得平和了 心变得心放开了 变得慈悲了 这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 对家人也知道感恩了 对同事 对世上所有的万事万物 知道感恩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所以在禅修之前呢 你感到觉得自己就是不快乐 而且呢 脾气不好 然后你找不到一个 适当的释放方式 对 然后来做这个健身班之后呢 就有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 因为我以前脾气很不好嘛 就是总是觉得 内心有一种 那个无名的怒火 总是发不出来 但是呢 又不好对外人发 怒火就发到家人的身上 您那时候是因为是工作上面而引起的这种焦躁吗 我是工作上面和生活上面都有很多的压力 因为我老公失业很多年 家里要靠我 所以我经济上 非常不容易 对 所以我在工作上还有家庭上压力都很大 当时呢 脾气又不好 所以又不知道如何发泄 所以当时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不好 几乎是我已经是非常绝望了 我觉得我们的 我的生活也是 充满了这个矛盾 然后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我当时非常绝望 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所以 找到了菩提禅修 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菩提禅修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同学 同学对我的帮助 那你的丈夫跟女儿也都在家里头 肯定就是也非常非常明显地感到说 妈妈有所改变 对 是的 我现在 我老公对我的态度也好多了 然后我女儿也快乐多了 现在家庭 我们很少吵架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尚文老师 是 像杰妮这样的 就因为情绪的原因 来到菩提禅修中心的 这有很多很多 就如果说 大家感兴趣 想要多点了解 这些资讯的话 可以随时到我们两个禅堂来 好 尚文老师 所以其实像刚才 杰妮跟杰西卡 两位学员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其实我相信 在硅谷的生活里面 真实的生活里面 其实都有许多人 有非常非常相似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的存在 是的 是的 之所以我们8月3号的那一天 有上千人来到 Milpitas的菩提禅修日 对 所以就是每年的8月3号 都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对 对 这样因为可以帮到 不仅从身体上 还可以从心灵上 精神上帮到所有的人 那当然今年的8月3号 是已经过了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在9月13号到9月21号 各在Milpitas的禅修中心 以及San Francisco的禅修中心 各有一项9天的密集班可以参加 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在节目的下一段呢 会给大家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名细节 好的 我们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到节目来 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 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 我是君君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是在了解菩提禅修 那节目的几段下来呢 我们已经稍微知道了啊 就是八卦内功 以及大光明修持法 是这个上文老师 刚才有跟我们提起的 几个禅修的这个方式 那当然经过我们两位学员的见证 也知道说经过健身班 以及禅修这样的过程 对他们的身心 对他们家人 都有莫大莫大的收获 以及帮助 好 上文老师 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Milpitas白莲堂 于9月13号到9月21号 特别为上班族所设计的密集班 好 那我讲一下 在9月13号到9月21号期间呢 推出有一个健身班 两个周末时间呢 是从早上的9点半到6点半 还有呢 周一到周五时间呢 是晚上的7点到9点半 专门就是为上班一组的身体健康服务的 是的 禅修中心是非常的贴心 知道上班族需要利用晚间 以及周末的时间才有办法上课哦 那这一个密集班呢 是9月13号到9月21号 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的时间是晚间 7点钟到9点半 那到了weekend 到了周末的时候呢 是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 地点是在Milpitas 919号 Henson Court Milpitas 是白莲禅修中心 那这个课程呢 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 想要打电话 报名的话 电话号码是408-956-8662 408-956-8662 并且网址也是非常的铁切 有英文以及中文的版本 网址是www.putizen.org P-U-T-I是puti 然后zen是禅的意思 Z-E-N.O-R-G putizen.org 好那上文老师 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 那除了这个上班族的密集班之外呢 又有什么样禅修的时间呢 我们呢 在Milpitas的白莲禅堂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六呢 有一个叫能量增强班 是早上的九点半到下午一点 那么一开始呢 是走八卦为主 然后修炼大光明增强能量 然后呢 一点到两点呢 是有免费的五灾 还有两点到三点呢 我们会有资深的法师 帮大家做能量的调理 平时呢 就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 两点钟到五点钟 也会是给上班一组的健康做准备的 就是五点到六点呢 也会有资深的法师 为大家做身体能量的调理 这个是Milpitas的白莲禅堂的 这个课程安排 是的 所以平常的时候呢 在Milpitas的白莲禅堂 也是会有给各位学员禅修的机会 那细节可以上 www.putizen.org去查询 好那上文老师请问一下 旧金山San Francisco禅堂的上课状况呢 旧金山禅修中心那边的安排呢 也是9月13号到9月21号有一个课 是从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1点 那1点到2点呢 也是免费的午灾 2点到3点呢 就是做调理 好的 所以在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禅修中心呢 也是有我们9天的密集班 是9月13号到9月21号 可是上课的时间呢 是在日间 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3点钟 那在午间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午灾享用 在靠近下午的时间呢 我们上文老师刚才有跟我们提过了哦 会有一个能量的条理 非常的好 旧金山的禅修中心 它的地址是在2901Terraville Street San Francisco 电话号码呢 是415-665-5136 415-665-5136 那上文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哦 我们要去上课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吗 需要带一些什么东西 好比说在服装上面是不是要穿一些运动服啦还是怎么样 哦 服装这一块呢 只要你穿你自己休闲的衣服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呢 就是放松你的身心 把你的时间准备好 那我们有一个比喻就像 就像汽车每年都是不是需要去保修啊 那么我们人的身体呢 有没有想过给自己几天时间去休息 增加一下能量呢 做一个维修 非常好的比喻 是的 在忙碌的硅谷生活中 每个人都应该要规划一段时间 为自己的身心做一个补充正能量的机会 为不愉快的心情找到释放的管道 用平和的心 感恩的慈悲 面对平日生活的挑战 好那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呢 我再与各位听众重复一下 我们九天的密集班的上课时间 在Milpitas的白莲禅修中心 9月13号到9月21号 那是一个跨两个周末的密集班 星期六跟星期日呢 是早上9点半到晚间的6点半 那星期一至五是晚间上课7点钟到9点半 那至于在旧金山禅修中心的密集班 也是9月13号到9月21号 好上文老师是不是在跟各位听友们说一下 这两个禅修中心的电话号码 白莲禅修中心的电话呢 是408-956-8662 旧金山禅修中心的电话呢 是415-665-5136 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天 每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 都会有人在接待您的 欢迎您随时来了解菩提禅修 感恩